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于Apple 7 Passer构建实时速仓 今天会有两位讲师来共同完成这个话题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刘德志 来自于SGNETV 目前主要从事解决方案以及步道相关工作 之前在腾讯有过8年的工作经历 主要是负责腾讯机会相关的基础组件设计和开发 并且把Parser成功引入了腾讯机会的消息总线 支撑了这个千亿级互联网交易平台 同时主导了腾讯云TDMQ4 Passer产品落地和实施 现在也是Apple 7 Passer Committer一员 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包含五大块 首先是速仓架构的演进和挑战 其实是Apple 7 Passer的基本介绍 作为云原生消息队列能否满足实施数仓的要求 那接着介绍基于Apple 7 Passer和Flink 以及数据壶构建实施数仓的方案 那最后有另外一位讲是 介绍基于Snowflake ThinkConnect for Passer构建实施数仓的方案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实施数仓的一个架构的演进 相信大家对这个数仓这个词并不陌生 从数据诞生开始 就有这个数仓的一个存在 那业务层会通过数据状态的变更 来记录业务流程的状态 为了更好的去了解业务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需要去建立BI报表 这就需要一套数仓架构来满足报表分析的场景 那根据数据量级 规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也就是数仓的一个架构 可以根据量级来去做一个 两个阶段的一个拆分 那基于传统数据库去实现的数仓和基于大数据框架实现的数仓 那基于数据库的数仓 对于数据处理有一定的限制 那这也是本身这个数据库 它能处理的这个数据的量级 那以及在之前的数据量级也没有这么大 那数据库很多可能也是单机的模式 所以它处理的这个数据会有一定的限制 那随着2010年移动互联网的到来 数据爆炸性增长 那诞生了这个Hadoop数据生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数据 这套解决方案 IGDFS能够以低成本去存储 这个海量的数据 害物能够以收客的方式 去处理这些海量数据 那于是就逐步的从数据库 这种数仓的方案轻一到 大数据架高上来 那这个阶段 主要是解决了传本数据库 无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分析的痛点 然而大家会发现 以前处理的数据的时间 还是非常快 例如分钟内甚至秒击内 就可以去计算出相应的一些指标 而基于这个Hadoop或者Hive这一套架高之后 它更多的是一个离性的一个模式 那它处理起来 数据更多是分钟级别 小时级别 甚至天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为了去优化这一个计算比较慢的一个问题 于是出现了更快的一些计算引擎 比如像这个Spark 那它会比这个基于这个Hadoop的MacBook60会更快一些 那改为这个Spark的计算引擎之后呢 但这还是改变不了一个现实 比如说我想看最近五分钟的数据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需求 但是在这个离性的架构中 它却很难去实现 因为它天然就是一个T加1的模式 比如按天或者按小时 才能去得到这个去计算这个 就是那个数据 那于是乎为了能够实时的去计算指标 那就当成了这个Lamda架构 也就是会分为两条路线 一条是基于消息堆裂和旅游计算框架 例如现在产用的Kafka加上Spark Streaming 或者Flink来去实现实时计算的场景 通过实时上报业务数据到消息堆裂中 基于这种小批次的时间窗口进行指标统计 那另外一条路线呢 则是基于之前的离线ETR的架构 日子定期路库经过一系列的ETR处理 那最终得到这个业务的需要的一些指标数据 那为什么需要两套呢 这也是因为实时处理这条路线很难去实现离线场景的一些计算的一些要求 那因此目前也正在探索一种新的架构 叫Kafka架构能够只使用Lambda架构中的实时路线来满足实时和离线的两个场景 那对于这两种架构 或者是我们去构建实时处仓 它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那下一页我们将详细介绍 对于Lambda架构我们会面临几个挑战 第一个是运维成本高 因为你需要同时维护实时平台和离线平台两套运情 那这也就意味着你需要更多的运维人员 以及要去熟悉这两套技术上运维的组件也是变得更多 那第二个是开发成本高 需要实时离线维护这两套框架不同的业务逻辑代码 对于开发人员也带来更大的挑战 第三个是容易造成数据的不一致 数据有两条不同面路 造成数据不一致的概率将会增大 那对于卡尔巴架构的痛点 主要有这个消息的回溯能力比较弱 目前大部分可能都是基于卡夫卡来实现数据存储 而卡夫卡很难去提供这个无线存储能力 以及无法使用OLED引擎直接去分析数据 数据和数据中间层的数据 还有数据的时序性问题等 那因此归纳起来呢 实时数据的主要挑战是 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否这个数据集成 流批一体 离线与实时是否能实应统一的数据采集的方式 如统一通过CDC 或者OGG将数据实时 捕捕到卡夫卡 批语流 再从卡夫卡中的消费数据再载入到明细层 那第二是否存储成流批一体 离线与实时数据是否统一分成统一存储 如离线与实时数据经过ETR处理之后 根据统一分成 ODS DMD DMS等 实际化到同一个数据存储中 那第三个是 是否ETR逻辑流批一体 那通常情况下 对于这个数仓的 这个使用者来说 他们更希望是用这个 Sircle语句去处理 那是否流根P处理 能提供统一的Sircle语法 或者这种统一的ETR组件 再通过底层去分别适配 流与P的计算引擎 那最后一个 是否ETR计算引擎流批一体 也就是说流与P是否使用同一套计算引擎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避免 同一个处理逻辑 这种对于流批是两套代码的问题 那么我们最终是希望一套架构 就都能满足实时和离线的场景 因此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处件 无论是在Lambda架构 还是Kava架构里面 都需要一个强大的消息队列 那它所具备的能力 决定了实时速仓所覆盖的业务场景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实时速仓对于消息队列的一个要求 那这里总结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基础能力 也就是高通吐 高可用 高可靠 这也是消息队列最基础的能力 首先需要面对海量数据的写入和读取 必须满足高通吐高性能的能力 其次是高可用和高可靠 实时速仓在如今业务中的地位 也越来越重要 系统的高可用和高可靠 也必须得到保证 那第二个是存储能力 那上面我们提到的是需要 去作为一个统一的存储能力 提供这种无限流的一个存储 以及支持海量TOPIC 因为一个TOPIC就代表了一张 实时或者离线的表数据 而表的个数会随着业务的快速增长而增长 那这就需要具备海量TOPIC的能力 来去支撑业务的发展 其次是schema的管理能力 在上报数据时就需要定义好这个TOPIC的schema 并且能够去满足一定的一个约束 这样能够从源头对数据格式进行治理 那第三个是生态能力 作为统一的数据上报入口 需要具备完整的生态 例如更多的协议的揭露 以及周边存储系统数据的导出或者导入 比如数据库中的业务数据 或者计算后的结果数据 能导出到像ES或者HBES等 那其次是与周边的大数据计算框架进行深度结合 比如Flink 其次是一些OLED引擎的结合等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Apache Pasta 是否能够去满足这些要求 首先是基础能力 首先Pasta能够满足这种战线业务的 像这种LockMQ的场景 有丰富的业务属性特性 例如从事堆裂 死性堆裂 延迟消息 以及高意志和高可靠的能力 那同时也能够满足高通图的卡夫卡场景 具备异步批量压缩等高通图模式 并且相比卡夫卡有更稳定的性能和延迟的能力 那这里有一份详细的 Pasta与卡夫卡的最新的性能对比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三个方面 Pasta都会比卡夫卡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首先在通图方面 那Pasta最高的话是可以达到卡夫卡的2.5倍 第二个方面是在消息的发送延迟方面 那Pasta会比卡夫卡延迟低100倍 第三个方面是在追赶读的方面 那Pasta的历史读取数率会比卡夫卡快2.5倍 那对于这个历史读取 这个也非常的关键 因为在这一个批读取的情况下 我们通常情况下是需要去回溯更久的这个历史数据 那Pasta在这一方面相比卡夫卡会有更高的一个通图 以及更稳定的一个表现 那同时呢 Pasta也是具备很多这个企业级的一些能力 比如这个多租户 它原生就支持了这种多租户的一个模式 以及多种协议的 接入包括Pasta本身室有的协议 以及还有类似于像卡夫卡的协议 我们叫卡夫卡OnPasta 还有这一个MQP 我们可以直接用RaptMQClient去揭露到Pasta中 以及在这一个IoT的场景MQTT的协议 那同时也支持了这个企业级的认证体系 可以去满足系统服务对于不同的 这个安全的要求 那最后也是有一个统一的消费模型 我们可以去满足不同的业务对于消息订阅的一个场景 那基于这些能力都能够方便用户去构建一个统一的消息平台 那其次是RaptMQP的存储能力 RaptMQP存储是基于企业级的流存储平台RaptMQP来实现消息存储 其中的分片存储能够为统一数据存储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例如一个TopicPartMQP性的数据 那永远只会写到最新的Segment上 也就是一个分片上 那这就意味着 对于已经关闭的Segment是不允许再修改 那这样能够很方便的将历史分片去卸载到R级存储中 例如成本更低的分母式存储系统中 比如HDVS S3中等 那这样在数据存储层 可以将实时数据和离线数据进行一个很好的统一存储 那在数据处理层 HASA提供了统一的对外接口 那应户不需要去关心数据是存储在PubKeep中 还是在R级存储中 对于应户是透明的 那以及在读取R级存储时 可以同时去读取多个分片 来去加快读取速度等一系列的优化手段 同时呢 PASA内置了Segma注册能力 支持Topic级别 消息验证 以及这个Segma版本更新等 这样可以非常方便的 同Fling Circle或者Press Store 像操作表一样 去操作Topic的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 统计相关的一些操作 那最后是R级PASA的生态能力 那主要是在Message 计算 存储 这三个大的方向 那在Message方面 首先是PASA本身 客户端 语言支持的一个多样性 它支持了主流的一些语言 包括Java C++ Go Python NodeJS等 还有以及通用的WebCircuit 和REST协议 来去满足不同语言的开发者 其次在协议层也做了很多适配 那为了更好的去帮助用户迁移 历史业务 比如像Kafka OnPasa 支持Kafka的业务 迁移到PASA上来 这种迁移的侵入性非常低 以及MQ协议 MQZ协议等 与周边存储系统的对接 那Pasa也提供了丰富的PasaL 例如ES的读取和写入 HBase的读取和写入等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就是CDC的场景 它可以去捕获 捕获数据库中的变化的数据 目前也支持了主流的数据库 像Oracle MySQL MangoDB等 那在计算方向 也就是Process方向 Process方向 更多的是与周边的大数据计算框架 去进行对接 比如这个Presto 可以直接对Pasa的数据进行读取 还有像这个流以及和P的计算框架 支持了这个Flink Spark 那与此同时呢 Pasa原生提供了 轻量级的函数计算框架 叫PasaFunction 可以应于这个简单的数据ET 特别适合IoT场景的边缘计算 那第三个方向 是这个存储的方向 也就是提到的这一个分级存储 那我们支持了 可以将这个Pasa的历史数据 去卸载到二级存储里面 那目前也支持了主流的像 这个S3 HDFS 以及一些公用云 上面提供的这个 分布式存储的系统 那基于Pasa以上的表现能力 我们可以基于PasaFlink 来去构建我们的实时速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否满足之前 我们提到的几点挑战 那首先是是否数据集成 流P一体 离线与实时是否使用统一 数据采集的方式 那Pasa是可以满足的 因为所有的原数据 都上报给Pasa Pasa均有业务最前的这个数据 那第二点是 是否存储成 流P一体 离线与实时数据 是否统一分成 统一存储 那Pasa的分级存储能力 提供了一个 无线存储的模式 还有以及海量TOPIC 可以支撑复杂的 业务表逻辑 那第三 是否ETR逻辑 流P一体 流与P的处理 是否使用统一的Circle 那Flink Circle提供了 这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可以结合PasaFlink Circle 这个Connector 来采用 统一的Circle 形式去统一编写 他们的业务逻辑 那第四个 是否 ETR计算引擎 流P一体 流与P使用同一套 计算引擎 那Flink也是 很好地去支持了 这个流P一体的一个模式 那所以 基于Pasa和Flink 来构建 实时数据 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 那这里也是有相关的一个案例 就像这一个 Beagle 就是采用了这个Pasa加Flink 去 构建他们的一个实时数据 实时数仓的平台 具体的应用场景是 在他们的这个实时的ETR 还有这一个 一些数据的指标 计算 还有 数据 模型中的这个 相关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 场景 上面介绍了这个 基于 ApiG Pasa和Flink 去构建 我们的实时数仓 那在上面的方案中 我们的数据是可以 卸载到 这一个 分级存储里面 比如像这个 HTFS 但是这个方案中呢 有一个 就是在这个 通用性的问题上 它的 卸载的数据格式 是Pasa的一个 体系 也就是说 可能是只有 这一个 Pasa才能去 这个 正常的一个读取 那 我们现在 就是ApiG Pasa社区 正在做的一个事情 是将这一个 卸载的数据 Offroad的数据 去 按照这个 数据湖的一个 格式 去进行一个卸载 比如像这个 Hoodie Export 比较流行的 这种 数据湖的 一种数据格式 那这样的话 我们 可以 就是让它的一个 数据 卸载到 比如像这个 HDFS里面 具有 更加通用的 一种访问的 一个模式 那通过这种方式 去 打通 跟数据湖的 生态 去进行连接 那这样对于 后面的 比如说 它下游的一些 对接的这种 无论是 这种数据 这种 数据计算的 框架 还有这种 分析的 或者 Olab的一些 引擎 它都能 去提供一个 更好的 一种 方式 一种数据的 对接的一个方式 可以利用 这个数据湖的 生态 来去扩张 它的一个 能力 那在 这个 方案里面 它的 offroad 会采用一个 实时的 offroad 实时的一个 offroad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 在之前的模式 我们只会对于 这一个 封片 close后 才去进行 这个 卸载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支持 正在读的 正在写的 这一个 封片 也能去 进行一个 卸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 可以 去 提供 更及时的 数据卸载的能力 那 再去结合 这个数据湖的 它相关的 这个生态 我们可以去 构增一个 更加 优雅的 或者更加 适配的一个 实时数据的一个方案 那下面有 另外一位 讲师 介绍 基于 Snowfac Sick Connect for Passa 构建实时数据的方案 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来 给大家介绍 使用Passa的 Snowfac Sick Connect 构建实时 数据的一个方案 我叫杨子克 我是一位 来自Sick Connect 的软件工程师 在Passa中 主要负责 Message等特性的一些开发 也是一位 Apache Passa的 Communer 首先我们来 一起看一下Snowfac Snowfac 是一个基于 云计算的 一个数据仓库 提供了多种 数据存储 和计算的服务 我们其实可以把Snowfac 看成三层结构 首先 是最底层的一个 数据存储的一个 一层 Snowfac 它可以存储 不同格式的数据 其中包括像 结构化 半结构化的一些数据 并可以将这些 不同格式的数据 存储在不同的 云平台 比如供应商 或者说是数据中心上 比如像Google 亚马逊云等等 同时它还提供了 数据安全性 固执性的保障等等 第二层是Snowfac 的一个虚拟疏仓层 Snowfac 它可以很方便地 根据用户的需求 来构建虚拟疏仓 同时它还提供了 动态扩收容等功能 并提供了 按需计费的功能 第三层是Snowfac 的服务层 Snowfac 它提供了多种 用于数据分析的服务 其中包括安全服务 优化器 和云数据服务等等 除此之外 Snowfac还提供了 许多关键性的特性 包括像数据安全保障 数据的治理和加密等等 也提供了各种 吸口语句的运行的支持 并且提供了 方便用户操作的 可视化界面和迷离行工具 同时它也具备 各种完善的生态 可以让用户将来自 不同的中间件 数据库的数据 Snowfac进行对接 在底层 也支持数据的一个复制和容错等等功能 保证了数据存储的安全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nowfac Syncernator Snowfac Syncernator 是由Cimineti公司提供的 一个用于将 用户存储在PASA中的数据 通过实时导入的方式 导入到Snowfac数据仓库的 一个PASA Connector 它其实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把每个PASA Topic中的一个数据 转移到对应的Snowfac Table中 每一个Topic 一般说对应的是一个Table 但在转移的过程中 它并不简单 Snowfac Syncernator 采用了许多方案 来使得整个数据转移的过程 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或者说是数据重复 同时又能够保证 整个数据传输的一个性能 在PASA中 一个Topic 其实会分为多个Partition Topic 每个Partition的数据处理 它们都是独立分开的 Snowfac Syncernator 使用了Snowfac 提供的一个 叫做Internal Stage的功能 在Connector 再将PASA导入到Snowfac的过程中 它首先会将数据 导入到这个Internal Stage中 利用这个Internal Stage 去做数据的一个快速的聚合 然后再调用Snowfac 提供的一个Pipeline的功能 每个Pipe 它对应的就是 每个Pattition的数据 通过每个Pipe的一个 并行分布的处理 将Internal Stage中的 Pattition的一个数据文件 通过一连串的Copy命令 将它复制到Snowfac Table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Pipe 它都可以进行一个并行处理 来保证数据的一个安全性 关于这个Pasatopic和Snowfac Table的一个映射关系 也是Snowfac Syncernator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使用这个Connector的过程中 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Table形式 去指定这个Connector 要将这个Pasatopic数据 转移到哪些Table中 但是在自定义Table中 Table时候需要符合相应的规范 包括像Snowfac所提出的一些 像TableName的规范 还需要保证这些Table的格式 是进行这个Connector的 包括需要 比如像需要定义两列 下面的DataContent 这些都是要有个对应关系 但像Snowfac Syncernator 它还支持这个自动映射Table的一个关系 这里列出了主要的三条的一个 自动映射的一个规则 比如像Pasatopic中 Snowfac Syncernator 它会将Topic中的所有的一个小写字母 都会转化成一个大写字母 第二条规则就是说 如果首个字符并不是以字母开头的 那么在Connector 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 会在前面加一个下滑线 第三个规则就是说 Snowfac它对TableName做一些限制 比如你不能包含Snowfac 它所规定的一些非法制服 那么Connector在进行一个